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子自出道以来 就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表现征服了观众 然而 他所拥有的妄夫体制也成为了广大粉丝和媒体关注的话题 所谓的妄夫体制 指的是杨子与合作男明星之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使得这些男明星在合作后都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让我们来看看哪些男明星因与杨子的合作而变得更加火红 一 与邓伦合作 与杨子合作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竟如霜展现了一段别具一格的情感线 两人的精彩演绎和情感传递 尤其那场大婚现场 问他是否爱过 让观众未知动容 哭死我了 邓伦也因此在观众中赢得了更多粉丝和关注 可惜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难可惜 二 李线合作 与杨子合作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同样在观众中引起了轰动 两人的演技和情感交流 让人们看到了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李线也凭借此剧 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认可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不说别人 那个夏天我的桌面就是这对CP 还会不停地看花絮去磕腾 三 与肖战合作 杨子与肖战合作的电视剧《余生》 请多指教可谓是一次化学实验的成功 两人在剧中的甜蜜互动和默契演绎 让观众未知陶醉 肖战本来就很火了 出演之后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关注和喜爱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小生 现在还有人在科两人现实生活中的糖 应该就是深陷剧情中不可自拔吧 四 最近的《长相思》第一季还没播完 梁子已一代四的大女主 目前三位男主 枪玄 张婉义 图山景 邓维 何向柳 谭剑刺 三位的粉丝量和热度流量 都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风龙 王红义 因为出场晚 而且出彩的戏份比较少 所以目前还没有带动起人气 但我相信随着后面剧情继续推进 她的人力也会起来的 众所周知 由杨子 邓维 张婉义 谭剑刺 戴露娃 陈欣宇等出演的 《长相思》确实太好看了 这部剧的氛围感 细节 以及每一个镜头 都值得观众反复推敲 如今剧情也是越来越精彩 小妖梅林遇害 图山景梅林迅情 像柳湾心头血就小妖 可以说剧情真实质感满满 他们的悲欢离合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谭剑刺这次也是在《长相思》爆火 在高潮戏梅林涅沙中 他扮演的像柳 在看到小妖的悲剧后 谭剑刺的演技 一个眼神 一个转身 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可以说是克制中爆发 在爆发中抽丝剥茧 既不过火 又富有层次 妥妥的实力派 最近 谭剑刺在为 人世间的收视率 添砖加瓦时 他坦言 这段时间 朋友圈每天找自己 要剧透的小伙伴特别多 枪玄最爱红土伟业 向柳最爱终于承诺 图山景只爱小妖 面对梅林被虐杀的小妖 三个男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自己也是非常高兴的 和杨子他们搭档 哈哈 但谭剑刺随即透露 自己再体验了一把小伙后 是立马请杨子去星级酒店吃饭 问及理由时 谭剑刺调侃 主要是搭档这几个月 吃杨子小姐姐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他今天不是带辣条 明天就是带一大堆零食 甚至平时都会请全剧组的小伙伴吃烧烤 这次我请他吃饭 下次吃他的东西就不会不好意思了 哈哈 可以说谭剑刺眼的向柳就像串联 长相思的那根珍珠链 越演到后面 越是能发出自己的光来 最后还是感谢邓维 梁子 谭剑刺这些实力派的精彩演绎 让这么好的作品能被大家看到 到底是谭剑刺成就 长相思 还是长相思成就了谭剑刺 长相思的热度 并没有因为更新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反而让大家更加的牵肠挂肚 主要还是因为 谭剑刺饰演的向柳太让人喜欢了 喜欢到了骨子里 谭剑刺在剧中 其实是呈现了角色的两种性格 一种是高冷范儿的向友大人 说到高冷范儿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所谓的高冷 就是冷着一张脸 下面摊一天 眼神儿也像死鱼一样 除了耍帅啥都不需要干 然而谭剑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她的演技最打动人的地方 就是真实自然 尤其是她的眼神戏 真的太能打动人心了 前期的冰冷很辣 让人觉得人物性格太逼涕 然而 随着对女主小六的人生经历的了解 慢慢地呈现出了默默的温情 尤其是对女主产生了感情的之后 每次眼神里看女主的专注 仿佛看见了观众的心理 另外一种就是防风贝这个角色 有人说 防风贝是向柳写给小妖的一封情书 的确 爱而不能是向柳和小妖的感情里 最让人意难平的 所以 当向柳以防风贝的身份出现后 那个总是不笑意挂在脸上的翩翩公子 真的太让人喜欢了 谭剑刺演出了 防风贝作为公子哥的放荡不羁 也演出了向柳对小妖的深爱和保护 带着小妖去路边摊吃饭 把最好的一块肉给了小妖 把带灰的煎饼自己吃了 让小妖吃干净的饼 带小妖去看豆瘦厂的奴隶 是最甜蜜的时候 原助理是这样写的 她对防风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和她说了什么 防风笑道 如果你也抱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 美人计对她没用 对我却会很有用 小天多了下脚 有些休脑的说 不说拉倒 她气冲冲的走 防风跟在她身后 好了 我告诉你 我不想听了 真的不要听了 不要听 防风拉住她 好性子的哄她 可我就是想告诉你 求着你听 小天把唇角的笑意紧紧的压着 这一段的防风贝 既演出了浪淡公子的厚脸皮 也演出了向柳对小妖的深情和疼爱 她的眼神深情的注视着小妖 满眼的光辉里 都是小妖的身影 总之 谭剑刺饰演的向柳 给观众留下了太多的 让人心动的名场面 那些和小妖的甜蜜瞬间 让观众百看不厌 谭剑刺本人接受采访是说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她请教了很多的前辈 甚至看了很多关于吸血鬼的影片 去揣摩向柳吸血这个动作 最终才呈现了电视剧里的每一次吸血的片段 可见 一部好剧 一个好的角色 也是要找到最适合她的演员 才能最终呈现出她要表达的内容 而一个演员 要得到观众的认可 也是要牵锤百练自己的演技 不断揣摩角色 不断学习进步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和努力的人的 长相思火了 谭剑刺也火了 你看了长相思吗 你觉得谭剑刺在这不惧的表现怎么样呢 也就是主要欣赏的旅程 帮助我们数码 也就是主要是什么地方的